希望號首度來香港 開放給公眾參觀 不少人上船 希望看看這艘保育艦如何守護海洋 保護海洋生物 上船第一件事 當然不少得認識希望號的歷史 沿直荷蘭還曾經是俄羅斯海軍的救火船 希望號02年經過改裝改名 最終由綠色和平營運 以推廣環保作為它的終極任務 南上配有五艘快艇 可以擔多不同的工作 好像在2011年 希望號就曾經在中西太平洋攻海 發現台灣漁船非法捕魚 去到船長室 參觀人士可以近距離看看導航系統 由康首員POPO 講解平日如何偵測捕魚船 不過不要以為 每首捕魚船都可以被偵測 對於故意關閉雷大的船隻 就唯有靠直升機 而希望號就是綠色和平 三艘環保船中唯一一隻有直升機瓶 所以重要的任務就靠它 綠色和平希望透過這次活動 向參觀人士宣揚停止過度捕魚 支持可持續發展漁業的信息 離開前 市民還可以將寫上祝福的字條 貼在這個多餘海洋上面 市民除了可以參觀希望號上面的設施之外 還可以來到這些攤位 滑上與海洋相關的圖案 留為紀念 香港歡芳電視記者周靜民報導